race race hi 大家好 我們現在是在河南廣播電視台8號演播廳 為您呈現今天的比賽 我們的解說嘉賓是王滕肖老師 各位好 非常開心和韓老師搭檔 為大家帶來的這場是63公里 國家級金腰帶的資格的挑戰賽的比賽 這是第一場半決賽 依然是這個四人戰 一晚上决出最终 谁能够拿到这个挑战资格 这四位选手呢 易宇轩 三顺 还有刘碑和金英 那四位选手当中 这两位啊 算是年轻的队人 对 两个人都是这个00后 三顺2000年 易宇轩是01年 对 好 红方三顺 来自郑州圣远国基 刚刚储持人也有介绍 他是金英的陪练 那如果说他今天 能够顺利的进入到决赛 而金英也能顺利的 进入决赛当中的话 那就比较有意思了 对 这个就很有戏剧性了 这是三顺在武林峰的 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呢 是在去年的 应该是在去年的 11月份 他是战胜了方克锦 蓝方选手易宇轩 来自长沙戈瑞搏击 他是武林新一代走出来的一位队员 两位年轻选手上来之后 打得真的是非常具有自己的风格 进攻都非常的火爆 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全民 非常喜欢看的这种比赛 年轻选手他们上来之后呢 可能先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我体能吞呗什么什么的 没有就是我先按照我这个状态 先把我这打开了 这个有句话叫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这个年轻人很多都是这个打法 我先不管后面的比赛 那我这一场 我先完全的给他发挥出来 我先这一场先打过瘾 所以对于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呢 这个观看年轻选手比赛啊 一方面呢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 我们这个年轻一代的 这个搏击力量的这个崛起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比赛呢 是另外一种风格的美 非常的这个激烈 非常的精彩 好看 漂亮 一个高扫 这动作 再来 好锤 走走走 你先 你出你出 二十秒 你一步 这会儿的节奏明显就慢下来了 走走走 刚刚那那一步那体力已经就有那个 又差不多了 有点消耗 好连续打虎 想要点吸 四秒四秒 上钩 走 哇 看 一个低扫 换一个 换一个高扫 反击 这场比赛就是让我们觉得看的还是挺过瘾的 是 年轻选手的动作速率比较快 对 而且呢 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动作的目的性也比较强 就是我们叫指哪打哪 就奔着这个来 所以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要看看在后两个回合当中 谁的体能分配 甚至是谁的体能储备更好一些 对 这个也是一个关键 我们因为体能和基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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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赌了啊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这是63公斤级 WRF国家级 将要在挑战资格赛的 第一场半决赛 同帮选手来自 郑州顺远搏击的三顺 男帮选手来自 长沙歌瑞搏击的易宇轩 打拳后抵手 押押押 先打拳再踢腿 往前押 第二回合开始以后 还是跟刚才那个 第一回合很像啊 刚开场的时候 两个人的节奏很紧凑 拳腿速度都非常的快 对 基本上双方没有什么 其他的这个零碎的动作 对 也是你来你往 你来我往的 就是你给我一拳 我肯定还不去 你给我腿 我肯定也不还不去 是 有时候打着打着就忘了战术了 嗯 这边可能这个布置好 要怎么打怎么打 没有 对 急了 我必须要以笔之道还笔之身 是 这也是年轻运动员的特点 是 咱在场上这个主要打的一口气 其实玉宇轩啊 蓝方拳手也是很多拳迷朋友 尤其是女拳迷比较喜欢的运动员 现有的这个展现出来这个实力 包括在之后 呃 如果在我们的这个 额雷台上 有更多的锻炼机会 相信他们的未来一定是这个不可限量的 是 而且从这个 红方三顺的身上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 你看这是他在武林峰的第二场比赛 而且是这么这个重 重要的一场比赛 像国家级金腰带发起挑战的比赛 你看他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 而且其实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通道 呃 他们现在摆在面前的是 属于他们靠实力能够通过自己实力上升 去拿到金腰带的这样一条这个通道 你只要自己足够具备实力 就给你提供的有擂台 更有荣誉等着你 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院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 呃好像逐渐的宇宣在场上呢 开始这个占据主动了 先出你先出 主动走 但这会儿的体能就又又明显又又下来了 嗯 基本上两个人的这个状态呢 呃我单指体能啊 就是就是每一回合都是高开慢慢往低走 高开慢慢往低走 对对对 先出你先出十秒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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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三顺上来直接看连续这个中段的扫踢 非常具有这个攻击性 而且三顺他在这个身高上也高一些 如果他这个扫踢连续这么来的话呢 就有点像那个一边赤手攻拳 一手持着如意击不忘 这么扫砍对对方一定是有影响的 漂亮看来是这个动作长到甜头了 这会儿这个距离用的很好 利用自己的这个长腿连续扫踢之后 然后往后挫把这个距离拉开 让你再进来 这样你跟着我走的时候呢 我可以选择这个进攻的方式就很多了 漂亮 这是找到自己的这个舒适节奏了 你看连续扫开 扫对方的中段 各位可能可能能够这个看到 这个育萱的这个夜下这个位置已经有这个累积伤了 对 但是你看运轩啊 他还是没有去做一些这个 还是往里冲 还是往里冲 还是往里压 这个真的就是这个属于这个勇者胜了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打法 上钩 漂亮 哎呦三顺看来这个是一个慢热型的选手 对 一个胜了 还有又是一腿 又换了啊 这个刚刚是这个 再来再来 踢她的前腿 三顺在这一回合腿瓦人的比较多 你看中段扫 低扫 对 左右开 真的是 这就像刚才我说这个 刚才我还说我说这个 像是手里拿着一个这个 这个如意经过放 这么现在我觉得 他不是手里拿着如意经过放 他如果左右这么开的话 就是一手拿一个擀面杖 咱还单压 对 但是这个对于裕萱来说 这个比较麻烦 因为本身对方身高地长都有优势 他一旦把这个距离控好之后 就他的对三顺的臂展的这个优势要大一些 他的臂展达到1米78 而这个裕萱的这个臂展要比他短一些 但实际上我觉得在刚刚这一波的 两个人的这个 在这个进攻当中 对抗当中 我觉得裕萱应该改变一下 我在场上一度认为三顺的身高高 但你知道我们目测来看 可能是这个三顺的发型的时候 所以 我们会觉得他高一些 但臂展上确实 因为裕萱避展17次嘛 三顺的这个避展178 避展上确实是三顺是有优势 事实胜明 抗头就是有益于拉高新高 哈哈 哈哈哈哈 手拿到了 来吧 来吧 哇这个躲的也很小 真的是 这个一攻一守啊 这个整个的状态的 非常的精彩 不能放松啊 一拳 一拳 就等这个比赛铃响 比赛结束的铃响 是吗 对于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的把握呀 它可能更多是在于这个时间的把握非常的精准 但是是这样的哈 我们零没想 裁判也没有说你要停 是 如果说 就是这个时候三顺发起 真 来一下 来一腿或者来一拳 那也是算数的 对绝对是 这个怎么说呢 我个人认为对于选手来说呢 还是应该更好的习惯是 铃声不响 战斗不止 对 一定要是在战斗状态当中 是是是 好 我们63公斤国家级金腰带的挑战资格赛 首场半决赛已经结束了 那究竟这两位谁能够率先晋级 我们共同来 关注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三位裁判 一致判定 二十九 比二十八 红 方 上 来